在台灣做生意 卻覺得有些心寒 來自土耳其的藝人吳鳳 說心血白費 是因為這款進口果汁 莫名殺出對手 拿到原本獨家代理的產品 重點是自己可從頭到尾 沒授權過冠名 當然也是滿神奇的 我們也有主動跟這個代理商聯絡 他們初期也都是 採取不回應的措施這樣 當然同步我們有聯繫土耳其的原廠 原廠一直堅持說沒有錯 我們就是獨家代理 不過他還是沒有解釋說 這個代理商他如何取得 這麼大量的一個活動 吳鳳說授權商品只有在自家網頁 還有限定實體通路販賣 實際走一遭 我們是來到先前 吳鳳他曾經合作過的實體通路 不過發現到這款果汁 它已經沒有出現在家上了 暫緩博賣就是因為進貨爭議 還在風口浪尖上 至於名字被盜用這塊 對方可能吃上官司 在網路上面銷售水貨 也就是平行輸入的商品 本身並沒有違法 只是說在銷售商品的時候 引用了吳鳳這樣的名字 並沒有得到吳鳳的同意 這個狀況下面 是侵害了吳鳳的姓名權 起初只是想推薦喜歡的商品 如今卻患得被人吃豆腐 也難怪心裡不大好收 TV訊宣傳中訊 將不去看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